但是不能放心的仍然是疫情 所以我们回来看 大家最关心的疫情是 今天的问题是大家想知道 淋巴细胞减少正式感染 五肺病毒的致命关键吗 曾有肺癌病史的患者 会是武汉病毒的重症高危险群吗 武肺导致新维化的菜瓜布肺 让得到武肺的人 他的存活率竟然比得到肺癌的人 存活率还低 时间还短吗 来 李医师 淋巴细胞我们刚刚有讲 什么叫淋巴细胞减少症 我们的白血球有两种 就是一个是多型性白血球 它是对付细菌的 这淋巴球它是对付病毒的 包括对付癌症细胞 其他不正常的细胞 都需要淋巴细胞 所以它等于是我们 对付病毒的阻力 淋巴细胞减少症 其实我认为它主要是一种 病毒感染的现象 它的后果 而不是它的原因 对 就刚刚讲我们的国军部队 这个是我们的阻力 对付病毒的阻力 当你病毒感染很严重的时候 你的阻力部队就会被消耗掉 后备部队从我们的 其他的淋巴组织 从胸腺 从淋巴腺出来的淋巴球 不够 不够补给的时候 你抽血验到的淋巴球 就会减少 所以它是一个结果 而不是原因 因为这会让很多 如果它原本 它有一些淋巴性疾病的人 很担心说 它会不会成为高危险群 淋巴疾病跟这个 就没有直接相关了 我们再看大陆 他们公布的病例 这个病人如果活起来了 它的淋巴球就慢慢上升 表示说它的兵源补充足够 它有足够的军队 去对付这个病毒 可是你那个淋巴球 如果一直持续低迷的话 可能就会重症 甚至死亡 好 所以我们来看 大陆中科院院士 王福生教授怎么说 他说淋巴细胞减少症 是无非患者的常见特征 他讲这是一个特征 这很有可能是 和疾病严重程度 和死亡率的关键因素 对于重症患者 应该考虑及时适当的使用 皮脂肋骨唇和呼吸机来支援 以防止急性呼吸窘迫症 好 这是王福生教授的看法 另外中南山团队也提出了 大陆有2007个病例 他从这2007个病例的样本数 他发现其中有18名患者 有癌症史 特别是肺癌 在癌症患者当中 武汉肺炎是重症病例的比例 比没有罹患 癌症的比例还要高很多 他说的理由是 因为当你是癌症患者之后 你就会做化疗 化疗会使他全身处于 免疫抑制状态 所以很有可能成为 病毒的高危险群 病毒攻击的高危险群 对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化疗这个动作 事实上是会击杀癌细胞 没有错 但是同时也会击杀 我们正常细胞 这个我们都知道的 但只是在我们用药的时候 我们是有个天平 就是说我们如果说 急差癌细胞稍微多一点 还让这个人能够活下来 能够先把敌人歼灭 我们再慢慢恢复 所以我们在用药的时候 化疗这个药物本来 就是对我们身体来讲 是比较伤害的 但是因为这几年来 我们药理学家一直在进步 所以化疗药物也有在进步 所以我还是要强调是说 不要听了这句话以后 大家就反对化疗 千万不要这样子 因为我们化疗的药物在进步 所以我们对人体的伤害也在降低 但是我可以同意是说 你经过化疗的这个病患之后 它整体的功能还没有恢复 就是它在恢复期还没有恢复的时候 如果你再有人进来 当然会有问题 就比如说 我胖怀中心被人家打过一把了 然后你叫我在没恢复前 我再打另外一把 我体力还没恢复 但是如果你恢复了以后就没有问题 所以我还是要强调是说 如果你完全康复之后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不要看了这个话以后 就不愿意化疗 这个我要强调 但是确实可以提醒癌症患者 特别特别的小心 我们来看黄明仙医师怎么说 他说特异性的肺部纤维化会越来越严重 有人说存活率比肺癌还要短 就是说如果你得到武汉肺炎的话 其实你的存活率竟然如果和肺癌患者来做比较的话 存活率比他还要低 时间比他还要短 表示他大概四五年内如果是继续恶化的话 就会造成死亡 所以他还做了一个图片 这个我们也看不太懂 来 千里医师帮我们来看一下 黄明仙医师的说法 他的表达的是 武汉肺炎对肺的伤害 远远超过肺癌吗 意思就是说他会留下后遗症 有后遗症的时候 他有可能会并发其他并发症 所以他的存活比较短 意思是说他发生并发症了 我们看普通正常的肺部应该是黑黑的 因为里面都是空气 在这个胸部的那个 这个是电脑断层扫描 上面应该是黑黑的 这个是正常的吗 这完全不正常 这个是不正常的 你看他就看起来像蜂巢一样 一个洞一个洞 我们肺部应该是有一些肺血管 有一些气管 它会放射线的这样子有一些这样 所以被称为菜瓜部肺 对 它变成一个洞一个洞 很像菜瓜部队 本来那个肺炮应该是很小很小很小的 你在那个电脑断层上面看起来 应该是黑黑的 只有一些血管而已 它现在是一个一个 一圈一圈的 一圈一圈的那个白色的部分 它就是纤维化 纤维组织 它就是在电脑断层上面看起来 就白白的 一圈一圈的 这个洞很大 对不对 这个洞很大 这里面就是没有换气功能 就没有换气功能 它没有肺炮 肺炮的话应该不会是整个黑掉的 所以它换气功能不好 换气功能不好的时候 它那个 你看有什么细菌病毒掉进去 就不容易被排出来 所以它很容易就是 你有一点点感冒就容易肺炎 你肺炎的话就是心肺功能 急速恶化 所以它会有一些健康 或者是死亡的威胁 我们正常的肺炮应该长怎样 你说没有这个白白的 长我这样子 就是黑黑的 就是看起来就是 可是你又说黑的太大不行 没有 没有这些一圈一圈的 这些白色的这一圈一圈的 这一圈一圈的都不对了 它整个都是纤维化 这个是很极端的病例 它整个都是纤维化了 一个一个洞 管我随便帮你补充一下好不好 因为黄明贤医师讲的这个 特异性肺部纤维化 或特发性纤维化 这是一种疾病 这种疾病就是说 它肺部会持续纤维化 然后一直纤维化下去 那它并不 它讲的这个病是告诉你说 如果你是特异性肺部纤维化的人 它的存活率比肺癌低 但并不是讲说 你的新冠肺炎之后的人 就一定会得到 特异性肺部纤维化 我以为是得到武汉肺炎的人 比得到肺癌还惨 不是 它那个特异性三个字 就已经是一个病了 所以你纤维化跟纤维化 特异性纤维化又是另外一个意思 所以特异性肺部纤维化是一个病 是一个病 对 这样的人如果得到武汉肺炎 是很严重的 那当然 但是问题是我要强调是 这两件事不一样 就是新冠肺炎的人会肺部纤维化 对 但肺部纤维化的人 不是特异性肺部纤维化这个病 两回事 好 这样搞懂了 好 另外我们要来搞懂的是 下一题我们要来请教的是 武汉肺炎的基本传染数 超过WHO的预期 那到底是WHO对呢 还是食物上的数字对呢 日本安田教授说 未来两到三周非常的关键 去年12月大陆官方还有一个报告说 警告传染病会暴增百万数 这不是挺吓人的吗 所以这个图表我们要来看一下 请潘老师帮我们看一下好 那你应该相信WHO 还是相信实际的数字 不 我们其实长期收看我们 阿关节目的观众朋友 都已经具备很好的能力了 就是这个R0值 基本上你现在看到这边排列的 我们脑袋都非常清楚 从头到尾我们节目就告诉大家说 新冠病毒的R0值 大概三到四中间 所以这个我们从头到尾都讲 我们的观众朋友都了解了 但问题是来了就是说 你干预之后 我们李教授也在这边 干预之后还是3.3吗 当然不是 你可以看到我们好几次节目 告诉你说 从封城前到封城后 到现在为止 这个R0值一直在降 所以应该是1.4到2.5 虽然我们很讨厌WHO 但我们还是相信这个数字 不是 你要看是什么时期 你比如像SARS一开始是2到4 我们李教授也在这边讲 最后被我们搞到多少 0.5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现在在大陆 我认为R0值已经下降到非常低了 现在是担心在大陆以外的地区 会不会还是依照3.3的数字在传播 如果刚刚我们节目讨论 日本也不重视 美国也不重视 伊朗也不重视 对不对 意大利也不重视 如果还是让它在3.3来扩散的话 那当然暴增百万我合理 对不对 大陆因为已经 所以这是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之下 所估计出来的数字 没错 所以长期收看我们节目的人都了解 不要过度担心 WHO讲的东西是比较不对的 因为我觉得WHO太过分相信大陆官方的数字 所以这个也不对吗 1.4到2.5有不对吗 大陆官方的数字大部分是重症病例 他并没有检验到轻症病例 所以他一个人传给1.4到2.5个人 其实我认为他有很多轻症或无症状的人 还继续在那边传 所以你比较相信这个3.3 对 大陆是 大陆报告出来的都是重症 他没有轻症 很少轻症 那你们两个要不要先到外面打一架 没有 我们是同样的 同样的吗 同样的 就是说WHO它的那个 根据的一个数字是大陆官方 报告出来的数字 而大陆官方我一直认为说 它报出来的数字就是 没有盖瓜全茂 它有很多轻症病人并没有去做检验 所以到底现在的R011是多少 你看看 一个韩国的教会机会 就1000年感染 怎么会只有1.4 2.5 它应该是比较高的 在不同的情境之下 这R0值会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不要去拘泥 R0值是多少 我们该注意的是 R0值是不是超过1 那现在全世界都仍然超过1 超过1就是它还是失控状态 它是继续会传染 你去R0值要小于1的时候 1个人只能够传0.5个人 那久了以后它就不见 现在是大1就不行 那中国现在有一些数字说 除了武汉之外 其他的地方已经降到1以下 可不可信 台湾就是小1 因为我们现在还管控之中 台湾现在小于1吗 对 你看我们那些人 船船船船 然后就断了 表示小于1它才会断掉 它如果大于1的话 你就那个传染链 会一直不停的继续扩张下去 那大陆小于1的数字可信吗 除了武汉之外 我觉得它现在的数字 都慢慢下降 但我十分质疑 好 还是顾好我们自己比较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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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